台中知名望嘎寮夜 仅可远望台中港 彰化大渡溪 以南平地 还有台中市区 另一头还有打卡热点 蓝色公路 这些景点统统免费 但小心被征收 过路费 国家机器出动 一张照片要价1200元起跳 这里是大度锐警派出所前 每个月少说可帮国库进账 50张以上罚单 业绩同不浪 日前有网友在D卡分享 经过该路段直接被闪光 回头看才发现 有警察将特速照相机 放在电箱后头 若没仔细看 根本不会发现有特速照相 对警所前 位于油盐路一段 应该处接近 旺高辽及蓝色公路 夜间常有照年经过 亦发生交通事故 警方于去年期 有在本路段实施测照 请经过民众注意数件为50 小心慢行 网友反映 虽然在特速相机前 300公尺有设立警示 但被数字挡住 加上夜色昏暗 根本不会注意 而特速相机位置 还刻意摆放在电箱后头 质疑难道是年底到了 警察缺业绩吗 记者实际前往该路段勘察发现 白天旺高辽游客少 但到了晚上停车场全满 少说有数百人在这看夜景 而在进入大渡区 油盐路有两段直角转弯 但在夜色昏暗之下 测速和速线标志仍清晰可见 警方解释该路段车祸平传 测速相机用意是 希望民众减速慢行 警示标语也都符合规定 至于民众反映测速相机 被藏起来的问题 警方表示放置位置和方式 主要由执行人员 因路段和地物而定 并不会刻意将退出相机藏起来 从2019年10月起 该路段实施测速照相后 每月取缔约50件 大多是外地游客回归被拍 警方呼吁不万有无测速照相 希望民众都能以平安驾驶 不要强快 地方中心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